其實小英在2012年就選過一次的總統 可是那一次他被民進黨舊包袱打得很慘 你記得國民黨那時候只推一個廣告 大家都講非常成功 俄羅斯娃娃 就直接不斷的把你包包包 包在陳水扁裡面 說你不管再怎麼樣 其實蔡英文在這個部分受傷是重的 我想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蔡英文透過這個廣告也想告訴人家 他其實是擺脫以前的 所以我也不認為說 他一定是有惡意要去對宋楚瑜 來去做coulsay或什麼 事實上民進黨 親民黨內部也有人就在開始開玩笑 講說原來老宋的泥巴 就是民進黨丟的 其實大家會把這個事情 看得不要看得那麼嚴肅 可是我也必須要講 蔡英文他現在想走一條 他屬於他自己的路 過去民進黨被認為說 民進黨是在很多的 這個所謂派系的領導之下 蔡英文現在想透過這樣一個廣告 告訴人家 今天的民進黨是蔡英文的民進黨 已經不是過去大家認為說 你可以用其他的這個所謂包裝 或什麼什麼 我還是這樣強調 當時陳水扁的這個狀況 對民進黨來講 重創的非常非常長的一個時間 到今天為止 蔡英文他能不能走出這個印嗎 我覺得他必須要給人家知道的是 今天民進黨是我蔡英文在帶頭 已經不是這些人可以給我影響了 所以歐老師 你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到這兩邊的角力 正在產生我的這是我自己下的標題 對洪宋的失望轉向對蔡英文的支持 因為宋楚瑜民調往下詮釋他害的 那這邊大部分內容就這句話 對洪宋的失望已經轉向了蔡英文的支持 這怎麼來解決 可是我們從這個就是這次的這個蔡英文 跟柯建民裡面 柯建民最近猛打他的臉書 那有人說他其實在新竹的選情 是非常緊張的 所以也沒辦法轉移 所以我們看出來一件事 宋楚瑜的票是不是轉到了這個蔡英文 但是蔡英文票恐怕沒有辦法轉到 這個柯建民嗎 我當然首先是對宋先生的這個選票 我還是期待有一些比較樂觀的轉向 你不是有跟他通過電話嗎 我見到他的面 禮拜一我們都會開選擇會議 那我就要說 我們現在必須要對民進黨的候選人 要開始產生一定的效應在廣告上 因為之前是在跟國民黨那邊做交戰 那這個交戰情況 大概已經到一個段落了 因為大概就這麼一回事 所以剛才我們可以知道的時候 如果民進黨那邊40%的選票可以過來 再加上洪秀樹原來那個最低的情況 那6%再回來 我們加起來 我們就會回到那個第一名的情況 真的啊 因為你只要蔡英文減低16過來我們這 然後你們洪秀樹在減低16過來我們這 蔡英文為什麼會減低16 蔡英文他有40%對我們有好感 如果那個好感能夠過來 就說我們真的比較厲害 我們比他們厲害 那我回到來說這在選擇上 這是你們禮拜一內部的討論 我個人 因為我那天遲到兩小時 我單獨的和宋先生談話 因為我們禮拜一是固定要開選戰的 這個研討情況了 都在我們基金會 那因為我遲到的時候 我正好單獨跟宋先生討論 我說必須要有新的廣告的策略 有新的選戰的策略 這是第一點 第二你剛才說的是說 為什麼蔡英文的票沒有辦法有效的轉移在其他的候選人身上 因為這次 群眾已經被訓練很厲害 因為過去是大選區選 是多其次選 可是這也是第三次的 就單一選區兩票制這種選法 那大家已經習慣說 中的票給誰 正的票給誰 那立地票給票又給誰 在一個人生他知道他會分開選 他不會同時的就集中在同一種投票方式上 所以這個時候呢 每個選民他就有他自己的判斷 這時候回到說 像板橋像我們這個地方 為什麼那個看板會漲三倍 看板漲了三倍了 以上 我跟仁俊剛那個價錢跟我們說很像了 就是一塊看板 你那邊看板也是大賞 一小塊 然後都有特定的一兩個候選人 他們包住了大部分的看板 傑明住在竹北市 我常去新竹市 其實在新竹市看到的柯敬明 我隨便換過去就十幾二十幅 現在就是總共大概有六個候選人要選 在新竹市 包括我自己 那邱律師呢 跟柯總長兩個咬在一起 對 所有這個柯總長所有的壞話 都是邱律師大幅的把他說出來 那他們的票員呢 又很接近 所以使得他們的票呢 就繳在一起 那新竹的另外一個板塊是 我和國民黨候選人 這是另外一個板塊 還有一個是中間選民這個板塊 那我目前不太看到柯總長跟這個邱律師有拿到中間那個板塊 因為我自己做了六次民調 那也有一些新的發現 所以我就說蔡英文的選票並沒有有效的轉到區域立委裡面的每一個候選人 這件事情是未必會發生的 因為選民現在變得聰明了 別忘了 所以蔡英文在企圖去創造分裂投票 就是說你選蔡英文的選民也可以支持你是這個意思嗎 你的選戰答案這樣說 歡迎 所以說他這個邏輯說假設我們前提這個民調前提成立 就是說蔡英文的支持人裡面有一些人是對宋楚瑜有好感的 所以對於親民黨的選將來說 他的策略就應該是去拿去爭取到對宋楚瑜有好感的蔡英文選票 而不是往國民黨那邊出 他這樣就有助於他的立委選舉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就有16%了嘛 他現在的46%可以過來 等一下 這個完全扭曲翻轉 我們一直以為親民黨拿的是國民黨的票 我講一句就好了 你要解釋什麼叫做 這個蔡英文的願意投蔡英文的46%裡面 有誓成對宋楚瑜有好感 不是因為票位投給他有好感 而是歡迎支持宋楚瑜出來選烈解國民黨 所以有好感 要搞清楚 以前兩千零四年連宋和的時候 我們兩個候選人叫做貴族與台階的組合 什麼時候那個時候把他置於死地的台階的形象 經過十年的蛻變 民進黨的選民心靈變得很高尚 現在變喜歡他 是因為歡迎你出來烈解嘛 所以這個要搞清楚 這個這個權勢權要講清楚 好感度只能做第二選擇 第二選擇啦 不能做第一選擇 也就是說他的票編成有效票的情況下 他一定會極大化他的有效票 但是他如果不行的話 他就會有可能游移掉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這一票我不要讓他變無效票 他當選不可能 那我覺得對你還不錯 感覺上還不錯 我是第八五言 我只差五秒鐘的話 我本來是我太太的第二選擇 但是他選擇了我這個第二選擇 已經二十八年都沒有換這樣 所以我也可以創造 第二選擇變第一選擇 而且變成唯一選擇 我太太一直沒有換掉我 Thank you very much 你要再跟他確認一下 真的 他二十八年都沒有換 謝謝 因為本節目 等一下 請聽我說 因為本節目沒有字幕 所以如果走一句又一句 我們觀眾會那個 來 關於歐教授太太的選擇 我們沒有辦法詹勳 幫他背書這樣子 我必須這樣講 就是說分裂投票這件事情 基本上他來自於兩個 第一個是不信任 他所以他才會產生分裂投票 我現在講是總統跟立委選舉 一個是不信任 那另外一個是來自於恐懼 為什麼講恐懼 國民黨曾經提出恐懼 紅利的這件事情 好 我先講不信任 二零一二年蔡英文在南部的 在台南 高雄跟屏東 他就是被分裂投票 也就是說民進黨的立委的得票數 其實高於蔡英文的得票數 很簡單 因為當時很多人評估說 南部的那些傳統的地方自治者 他對蔡英文他不信任 所以他願意把票投給民進黨的立委 但是不願意投給蔡英文這個人 那這是蔡英文他在當時 遇到一個很大的一個危機 所以今年那個壓力轉投到了 所謂的南部的縣市首長的身上 包含像陳菊或者是賴清德這些人 因為他們在九合一的時候 都拿到非常高的票數 那是我記得陳菊應該將九十幾萬 將近快百萬 所以為什麼高雄 他高雄必須要喊出來 你現在高雄的話 我小英在那邊得票要破百萬 為什麼 超過對手 因為如果是這樣 不是 超過對手百萬 超過對手百萬還得了 他要破百萬 那這個裡面其實就來自於就是說 他必須要防止所謂的分裂投票的那個發生 所以我剛剛講蔡英文 他必須要告訴人家講說現在的民進黨是蔡英文的民進黨 因為他也要拿一個新生的概念給大家 他必須避免二零一二年分裂投票的再次發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剛剛講說來自於恐懼 也就是現在很多人在講的 包含國民黨之前在操作 或者第三次例或者親民黨 他剛剛在歐教授的這樣的一個邏輯的概念 就存在這個就是說我們看到長期以來立法院都是大黨在執政 一黨獨大 一黨獨大的狀況之下 立法院這十五年 我不要講十六年 因為還有一年 這十五年裡面給了人民什麼樣的一個立法院 我們讓國民黨在立法院裡面佔了極大的多數 換來一個洪秀柱 一個立法院的副院長就把立法院給廢了吧 那我們要這樣的一個大黨 在立法院裡面佔絕對多數告訴大家講說我完全執政完全負責 其實從洪秀柱這句話徹底打臉了 所以我剛剛講說如果一個立法院的副院長自己出來講說把立法院給廢掉 我覺得那叫可恥了 因為所有的權都在你的身上 對 恐懼的立方立基也在於這裡 我今天讓一個不管任何一個黨執政好 大家剛剛都講說蔡英文可能執政換本黨立場我講一下 如果親民黨執政親民黨也不應該在立法院佔極大多數為什麼 因為我民眾會現在會開始擔心 會開始焦慮的是我們過去十五年裡面看到 國民黨在立法院幾乎佔了極大的多數 人去親民黨現在只提七席 所以也不可能 所以我就講 就算他用這個歐教授當時說 因為還沒有全部完成提名 即使遍地開花的題 那我現在講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說過去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國民黨曾經佔了一個立法院裡面的多數 所以把民進黨給綁手綁腳 結果國民黨自己執政的時候 國民黨在立法院佔多數 一樣是綁手綁腳 他並沒有任何的一個讓民眾覺得更好 所以現在大家會看的是說 如果今天任何一個黨執政 不管國民黨民進黨或宋楚瑜當選好了 立法院裡面是不是應該有一個制衡的力量 也就是說我不要讓他所有東西 全部都是讓他過半 好 這個制衡力量 所以我要問一下這個黏晃 制衡力量可能是不是要消失掉 或是正在進行當中 我們看到王敬明開炮 我們先看一下新新聞 今天把這張留起來 因為這個態勢 王敬明在這個 不曉得跟神明在說什麼事情 你看非常的道貌 非常的這個尊嚴 那尊嚴是我小時候的名字 好 那台灣公道婆 到底在打什麼算盤呢 那你看他這個星星完之後 你看馬上就出來了 王敬明竟然說你們國民黨到目前為止 黨中央還沒有計選策略 所以有人就說二零一六年的關鍵焦點 王敬明是一個關鍵點 你怎麼解讀這個事情 我先談一下前面的部分 是 選民的投票行為很複雜 大多數都是事後在分析 從選票的結構來探討 他有沒有分裂投票 但是沒有人知道選民在投總統 跟投立委的時候 他真正在想說不行 我要制衡 也許有選民會這樣想說 我總統跟立委投不同黨 但是我認為那是少數 少數 真的是極少數 所以我一直覺得大規模的分裂投票 幾乎不可能 大規模 特別是總統立委合併選舉的時候 那為什麼有些選區立委選票會多於總統候選人 其實那很正常 人情票 對 人情票 是剛講對 因為立委他有基層的服務 那有些人他覺得說你服務 你幫我處理過什麼事情 雖然我在政黨認同上 我可能不是那麼喜歡你 但是我不討厭你 而且你幫我服務過 所以好 我這票投給你 但是總統對不起 我要扶贏我的意識形態 我要去投我支持那個政黨 所以那個現象大多數是這樣產生的 那再講說過去一黨獨大 其實從一九四九年這個中華民國在臺灣以來 民進黨從來沒過半過 親民黨也沒過半過 過半過就一直叫中國國民黨 所以有一次親民黨加民黨差不多過半 就這樣子 國親加起來過半 國親是一國 國親是一國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民進黨是國會第一大黨 但是不到過半 就是國民黨 民進黨加臺聯101 然後親民黨加國民黨是過半 所以他平常要啟動國安聯盟 想裂解這個國親聯盟 那所以大家現在會覺得說 那你知道行政權跟立法權合一 就是都是同樣的政黨佔多數 這樣好不好 當然對國民黨過去的執政印象是不好 可是我提醒大家 他是國民黨 其他的黨過半 不一定會變成這個樣子 當然就選戰策略上 親民黨一定會去訴求這個東西 因為他要搶票 他要搶民進黨的票 我覺得這個很正常 那我來談一下這個龔道博 王金平其實看的就是明年的一月十六號之後 他看的並不是一月十六號之前 我不覺得王金平會天真到 到今天他還認為說 國民黨有可能把紅袖珠換掉 然後提名他去選總統 王金平應該沒那麼天真 他見過那麼多四面的人 第一我覺得國民黨現在幾乎不可能換人了 幾乎不可能 那個機率降到已經快接近零了 第二就算有發生這個彗星撞地球那種機率 換的也是吳敦義 也不會是王金平 就這麼簡單 他不會 不可能是王金平 所以王金平看的是什麼 他看的是後面一一六之後 國民黨可能會產生一個質變 也可能會產生一個量變 在質變或是量變過程當中 其實王金平他在看有沒有機會 他的機會是什麼 王金平很清楚 就國民黨現在的黨員結構 我指的是那個可以投票選黨主席的那個黨員 他不可能當選黨主席 我完全同意 絕對不可能 王金平不會那麼蠢 他知道絕對不可能 那所以說那怎麼辦 我又不能當黨主席 那我又選不了總統 可能現在連立法委員也沒得幹了 就是回家抱孫子 但是王金平在看的是 國民黨會不會在質變或是量變的過程當中 有一批人 如同當年的原本的新國民黨連線 到後來變成新黨 他離開了 他離開了 變成不要 新黨現在雖然說其次這個很慘 可是新黨全盛時期 其實也是第三大政黨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親民黨 全國13%的選票 對其實13%是很有影響力的政黨 所以王金平在看的時候 會不會有所謂的本土派的國民黨 在質變跟量變的過程當中 創造一個契機 他可能離開了 離開了國民黨 那是不是新竹一個政黨 或是說跟現有政黨 做一些技術上的合作 那這個時候在王金平才有空間 那你如果說叫他尋黨內機制去選黨主席 我是奉勸王院長死了這條性吧 所以你要往這樣講起來 我就要問小平議員 對 我們還是很好奇 他在打什麼算盤 看起來這個院長不可能了 那麼這個黨主席很遙遠 總統那是更遙遠了 那為什麼他最近話是講得很厲害 小平議員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國民黨選情不正 毛治國服選不利嗎問號 那麼這為什麼問號呢 因為傳說朱立倫在這個總統府高層 對選舉態度冷淡 要求毛內閣轉型為戰鬥內閣 那麼這朱立倫就說 這個是絕對沒有事情 絕對沒這回事 而這個吳玉生也說 行政部門服選不利 這是事實 這些話其實我們都不會在意 等到王金平一說出來的時候 哇 不得了了 這看起來似乎這件事情 已經被王金平給點出來 這個中央沒有政策 黨中央也沒有政策 這是一次打兩個 一個是打的是馬王 馬毛 一個是打的是朱立倫 王金平這時候講出來 他到底是目的是什麼呢 稍後我們聽聽看 這個小平跟斯剛怎麼解讀 國民黨的家務事 我們先記口放